西班牙拉丁果 韩国炒年糕 泰国榴莲 印度飞饼 不出成都也能品尝到这些地道的国际美食 9月29日晚 为期10天的中国成都国际美食旅游节在成都拉开序幕 来自法国 西班牙 泰国 韩国 印度等国内外600家知名餐饮企业 为四海而来的好吃嘴们献上一场味蕾与视觉的饕餐盛宴 曾担任电影《饮食男女》美食设计总策划 现任成都国际美食之都海外传播大使的林慧毅告诉记者 这次美食节是各国美食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会给予美食发展不洁的动力 这次的美食之都你知道成都是很难得的 在算是名列前茅的被联合国客校文集集会把它选为代表 所以这一次联合国各地都来了很多的代表 他们来到这里他们真的好喜欢成都为他们所准备的这些美食 那刚好这个时间又恰到了我们的成都美食旅游节 那他们都觉得说这个不只是一菜一个百菜百味 他们从这里面更体会到了这种川菜很深厚的文化底蕴 所以每个人都爱得不得了 本届国际美食节以时尚四川为美世界为主题 来自瑞典 韩国 黎巴嫩 哥伦比亚 日本 西班牙 伊拉克等国家的美食之都 城市代表来到现场推荐本地美食 感受世界美食碰撞出的魅力 我还好感动能力于 Hm ,香港和污物交款 和不同 品味者的推荐本来往 Bole 欢迎接近本来产生 natal 我觉得非常 bueno 它的东西当它的品物 claims 能够试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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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课 我很感激烈在你的餐厅 它是非常 diverse 有很多味道 我完全愛它